今天用量子物理理解如何穿梭时空 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嘛 那原子有原子核 还有它的电子 绕着它的高速运动 这个高速运动是有含义的 只是我们认为它是做一个不规则的 围绕着电子核的一个运动 它做的所有的运动都是一种电磁锅 我们所认为的这种无规则的振动 其实是它记录信息或者记录信号的一种方式 相当于硬盘脑子的概念 电子元器件存储了信号嘛 就像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物体 这是这个物体散发出来的所谓的光信号 我们看得到它 它的声音信号 它的声音振动 我们是听到的 然后还有包括味道的也是一种振动 是我们闻到的 也就是说我们把 其实这个所谓的物体的信号解读出来 我们用眼睛解读了可见光的范围 我们解读了它的这个颜色啊 这个质感啊这些的 然后我们摸可以摸到它这个所有的触感 这些触感也都是一种电磁锅信号 只是说我们用身体的不同的部位来感受这个东西 你就像摸到的人和你看到的人 其实是一个东西只是我们需要想用想象来把它们放在一起 还有对包括你听到的感受到它的温度 它的温度颜色 它的气味 它的声音全都是它的一种信号 只是可能它是一个连续信号 我们把它截断了 我们把可以看到的信号作为可见光范围 这是可以看到的 听听可以听到的信号多少 20到2万赫兹 我们的信号作为听觉信号 就是这个这个电磁锅就是已经有声音你可以感受到了 然后再就是它的温度也是一种信号 其实它是一个连贯的信号 只是我们把它分开解读了而已 好 那有这个理论 那我们就是整个我们这地球 我们就只说地球 我们整个地球上所有的物体 它都是一直在散发它的信号的 也就是说 它所散发出来这个电磁锅 它会一直存在下去 只是说可能它被阻挡了 它被反射了 或者是它怎样 但是我认为在地球的大气层中 绝对有一层 就是类似地球的一个硬盘 它一直在存储地球散播出来的所有的信号 一层中子层也好 都是元素嘛 它不管是什么元素 它都也是有电子的 它这层电子就接收到我们地球上所有的东西 散发出来的这个振动信号 它把它存起来了 而且它是一直在存的 它是一个连续信号 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掌握了 能访问这一层所谓的地球记忆体的这一层大气层的信号的话 我们就可以解读到整个地球的历史的信号 我们地球其实是一个监狱嘛 然后这个监狱是被一个时空锁给锁住了 所谓时空锁呢 就是我们的时间只能是正向 其实照理说是应该没有时间这个概念 只是是我们被这个时空锁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空间 被锁在了这个地球上而已 都是在一个虚拟世界里 我们是被锁在了这一段时空里而已 拿梦来理解 是最好理解的 你做梦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到梦里 你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时候结束 那可能是你醒来 但是你完全全不记得这个梦的开头和结束 你可能只记得中间的某一部分而已 其实这就跟我们的人生特别像 我们永远不会记得我们是怎么出生的 你永远不知道你是怎么出生的 可能你的父母会告诉你 我生你多么多么的容易 但是也许他的这个记忆也是被创造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你的这个所有的记忆 不是在前一秒刚被灌到你的脑海里 然后呢 这就是一种解读方式 就是我们解读了这一层的时空 我们就待在了这一层 就是好比说你能解读另外的几层时空的编码 你能解码其他的时空的讯息 你就可以待在那个时空里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脑子里头的这些电子 它跟这个时空的这个所有的频率共振了 它就到了这个时空里 那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我也可以选择我要到哪一个时空 只要我的共振是跟那边是这个是相符合的 是的 那就可以 所以才会有轮回之说 当你死去之后 你的这个脑子里头的这些所有的电子 所有储存记忆的这些电子 它跟哪个层 就像就地球有点像那个树的那个年轮 可能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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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你到第几层 就是确实是按照历史顺序往下排的 就像一本书一样 然后我们就是跟哪一层的振动最接近 你就到了那层了 你就是可能 你这一世可能就只是20左右这个年份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身体是个躯壳嘛 对 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可以到达很多不同的层 它可能就像无限的生命一样 比如说我现在到了这一层 然后但是我到了这一层之后 我可能我需要还是需要疲劳嘛 去维持 所以说我可能就会到某一个家庭里面去 然后变成那个小孩 装上那个疲劳 那其实上我的意识是从上一层过来的 到这一层嘛 对 那我在过这一辈子的时候 其实我还在连结其他的意识 然后等到你可能快怎么样了 快挂了或什么之后 你可能就会连结到不同的意识 让那个层次去 对 然后你就再换一个皮囊 然后在那个地方再继续 对的 是这个意思 包括时间和空间 就是当你死去的时候 你的这个所谓的电子 它是会穿梭时空的 也就是说 它是会跳出这个时空锁 它会去到这个地球 所有的不同层次的这个 这个空间和时间里 你就可以选择一个 或者是这个跟你的频率振动最相似 你现在已经加载了非常多的记忆 你每一轮轮回你的记忆的重量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这一世会跟这个地方频率对上 你就来了 下一世你跟那个地方的频率 那个时空的频率对上 你就去到那个时空里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意识去跟其他的时空做连结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意识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说 我们只存在这一辈子的记忆嘛 嗯 那我们上一辈子的记忆 其实没有什么 已经基本上是没有了 那只有很少很少残存 比如就像deja vu的时候 或者是什么时候 你可能还会有这些残存 小时候 对 然后那就是说 那我们到下一个 我们相应的空间的 相应的空间的频率的空间 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带我们这辈子的记忆了 所以那这个记忆不连贯的状况是 这就是一个游戏 其实在你选下一个 下一次的角色的时候 你是完全知道这个游戏规则的 只是你在进入到下一个区科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游戏规则忘掉 你才能很好的enjoy你这个游戏 就像我们打游戏 你选择不同的角色 从零开始 因为你每次去相应到那个时空 那个空间跟那个时间的那个 那个层次是不一定的 你不一定会相应到什么时间 好比说我现在 有可能我的上一辈子是从民国过来的 那民国在接下去的那个时代 其实不适合拥有那时候的记忆了 因为我现在这个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也完全不同的记忆了 我现在所生活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带上一辈子的那个记忆 那我们带什么呢 我们带了我们上一辈子所有的一些习惯 个性 好然后带了一些可能上一辈子有的一些 你当然是上一辈子学到的一些东西你会带 一些一些特征 就比如说你升下来就很会弹钢琴 升下来就会做菜 升下来你很擅长做一点很擅长画画 所以才会有神童嘛 就是小时候五岁就会弹钢琴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可能带了这个东西过来 但是你可能不带你的那些历史啊 那些记忆了 到这个现今这个时空里面 它其实是用不上的 对啊 所以它就是就是那些东西是没有的 但是你可能在所以你在这辈子你也可能碰到某一些人 你会觉得很熟悉 对然后跟这个人好像感觉就是有很熟悉很亲切的感觉 然后跟某些人可能就是没有 或者是说跟某些人感觉是会有不喜欢不开心 然后就是那种不好记忆残留下来的东西 嗯 对啊 就是这样子可能比较能够去解释说 我们在这一辈子的时候我们有了这些习惯 跟有些些特征 然后还有一些 我们可能已经已经戴在身上的东西 但是就是我们的记忆是不一样的 聊这么一堆啊 我想说的这个理论基础呢 就是你所认为的物质世界很有可能它并不是物质吧 因为我们对所有的元素的理解就是到最小 现在就是原子核和电子嘛 那电子是什么呢 那原子核又是什么呢 它们的组成到底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所谓的实体就是你感觉你摸得到 但是摸得到这件事它其实也是一种感觉 你怎么能确定你不是在一个梦里 或者不是在一个VR的一个世界里 你怎么能确定你在的这个空间就是一个实体空间呢 因为你所有的感受就像我们在梦里 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做梦一样 在梦里我们也认为那是真实 最简单就像比如说你在玩游戏 你在角色扮演对不对 你在角色扮演的那个人 就是你角色扮演的那个角色 你在扮演那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你怎么会想到后面有人在做游戏设置 游戏设定 或者是什么这些什么CPU什么这些东西 你怎么会晓得 因为你只是一个正在进入角色的那个角色而已 所以其实这样说是说得通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设定可能都是个游戏 对啊 对啊 我就说说得通啦 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所有设定可能都是游戏 我们只不过是在做角色扮演 但其实我们并不晓得那个游戏设定的人 设定这个游戏的人 或者是说设定这样的所有做设定的人 这些被设定的是什么 你完全不晓得或是什么人来做的都不晓得 是不是人有可能是神也不晓得 然后就是都不晓得 我们只不过是在努力去扮演我们的角色而已 我只是想说我的理解啊 我的理解和我们有每天有24个小时 其中八个小时我们是在睡觉的 这八个小时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梦的 只是我们记着的梦比较少而已 这就有点像我们转世的那个概念 你转世了之后你不记得你上一世的记忆 也就是说我们醒来的时候偶尔还能残存记忆 记到一点东西那只是其中的非常少的一部分 其实我们这八个小时我们都在做梦 而且做梦的时候那八个小时就像盗梦空间里演的一样 它是非常大的一个时间线 它跟我们的时间线有可能你从床上翻到床下 从床上掉到床下的这三秒钟你就做了一个好比你爬到山顶 然后又遇到什么情况要摇摇欲坠往从山顶往下掉 你认为你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 但其实在这个时空里你只有三秒钟 就是你从床上掉下来 然后你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梦 你从好比天空掉到了地面上 那可能你认为有几个小时 但是在这个时空它只有三秒钟 也就是说我们那八个小时很有可能是不同时空 我们都过了好几生了 所以我们醒来了之后大部分我们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醒来的那一瞬间你可能做的那个梦的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他们才说到底像不像转世 哪一个才是真实的真实的世界呢 有可能是在梦中才是真实的世界 然后我们现在可能就不是这就是matrix的想法 哦好吧 就是我突然觉得可能真实的世界它就是一个不连续的时空 就像做梦一样 它一会是这个梦一会是那个梦 你就是一直在经历不同的时空 那个时空可能就是那一个时空的一生 然后我们这一生你认为的真实的我们的这一生 它其实就是一个梦 一个梦而已 就是搞不好就是因为我们我们真实的生活里面 是这样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跳来跳 所以我们其实很希望有一个稳定的 对连续稳定然后持续然后一直不间断的一个生活 都有可能 对就有点像我们其实那八个小时是用来真实过不同的人生的 然后这剩下的这16个小时才是一个一个睡觉 一个一个休息的过程 就是你用一个非常晚 因为你八个小时很累嘛 你一直跑来跑去干嘛干嘛的 对你也很辛苦 你也很很操劳 所以其实搞不好16个小时是拿来睡眠的 对 是的 心思极恐 你们怎么能证明你们不是在我的梦里的 我又怎么能证明我不在你们的梦里的 好 好